好 小时候听儿歌 儿歌真的是白白手 不过你有听到了这样的儿歌吗 竟然歌词是劝人要把晾在户外的衣服收起来 这是新竹呢 这间幼稚园的小朋友 他们自己创作的歌词 结果呢 大声唱给邻居听 效果超级好 幼稚园的小朋友穿着围兜兜在大街上唱儿歌 不过仔细听听 这首歌好像从来没听过 小朋友对着老奶奶唱儿歌 老人家乐得不过这歌词可大有意义 这是幼稚园的围墙 附近居民把洗好的衣物大喇喇挂在那儿 有衬衫裤子就连私密的内衣裤也在上头晒太阳 围墙成了晒衣场 小朋友讨论后 之下这首歌曲发动柔情攻势 要邻居们帮帮忙 那阿公阿妈每一家都说不是 可是我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 有一个阿妈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家的 然后转头她就去把衣服都收起来 我们小朋友好高兴 柔情劝导效果要好 小小萝卜头有其中 说儿歌大声唱 还要送上亲手制作的饼干 再加张手绘卡片 最后点头道谢 你瞧瞧 这下还有谁不把衣服收起来 谢谢你 谢谢你 这下航母介绍怎样 新手报道